你看我這屋子是不是裝修的 請這個簡單 沒有什麼 也沒掉頂 那時候就這麼簡單 對吧 把它裝修裝修 等我這個辦老伴的時候 按老伴這個意圖 讓他出這個主意 他需要裝什麼樣的 咱們就裝什麼樣的 因為這個動房嘛 這實際上人家滿意 實驗四十多大點 大點人家也是新娘子 也是新娘子 那你還給新娘子準備啥子 我給新娘子準備這個 見面點 紀念品 帶有簡單的過一些個彩禮 這是人家也是表表我的心 您還給過彩禮啊 這是你略表存心吧 不誠意 這就是我一點這個心意 多少呢這個表表我心意 客人不保呢這個表人心啊 以後這房子裝修啊 老伴想裝成啥樣就裝成啥樣 而且啊一點禮數都不差 還給新娘準備了彩禮 以後誰要是嫁給咱劉大叔 那指定的老幸福了 能給我打理家的 具體來說呢 年齡在54歲上下 最好有退休金的 子女也都成家立業的 身體健康的尾巴 了解了劉大叔的個人情況 和擇偶標準啊 紅娘第一個就想到的 住在長春市二道區的王阿姨 王立華56歲 建材機械廠退休 工資2300元 李懿住房面積97平 這什麼新鮮 割這表 來 好運了 貶低禮物不成績一 謝謝你啊 很高興認識你啊 很高興 這好寬敞啊 這多少瓶呢 97.6 也這麼大呢 很大嗎 這寬敞 這個明亮跟偽生的答案相當的好 那你還不搭配很帥嗎 你看你這就是乾淨利索眼 這個偽生的答案也就看出 你這個人是一個非常講究 講究人 一進王阿姨家門啊 看著屋子整間明亮 劉大叔就誇氣了王阿姨 一定是個勤快人 而王阿姨呢 也確實夠勤快 開始習起了劉大叔 給帶著水果 這世界都是好吃成酸的 你看這不是什麼 這不是兩對嗎 成風成對的 拼邊啊 謝謝 謝謝 像我這男人吧 這個 這個 會煎草蓬雜燉 這個草子 很少 很少 對 其實家裡也整整 油膩油膩也不好 就是平的 誰在都平的 要不就是想這個什麼呢 你 找老伴你 經過這一小段時間的互動 劉大叔對王阿姨的印象 那是相當的不錯了 無可挑剔的 從這個形象 以及素質 氣質 它有一定的充值的內涵 以及手把 那都是一輪的 尤其一進屋 看你這屋這個寬敞明亮 這麼 這麼厲害 這麼亮 再看著你的人 這麼優秀 是不是啊 照我這個 想多少倍高我一頭 這哥哥這個 有恐懼感 但是呢 一看著你那天 挺溫柔 還挺熱情的 我這心呢 又平靜下來了 這從這個緊張 又到這個 鍾建的這個平時 又不緊張了 哈哈哈哈 掌聲刻 欸 是不是我抬 抬